美國總統奧巴馬和共和黨挑戰者羅姆尼 在星期三舉行的總統辯論中就經濟議題展開交鋒 奧巴馬在開場辯論中說 他四年前接受的遭受重創美國經濟整度恢復當中 他說在教育與培訓方面投資和提供減稅措施是最好的途徑 羅姆尼則說美國必須採取和過往不同的途徑來創造工作機會 他否認有關他的稅收計劃將會為及有錢的人的指責 也否認了奧巴馬在競選過程中對他減稅計劃會使到美國財政惡化的指責 在關於財政赤字的交鋒中 奧巴馬總統說羅姆尼的主張策略是不平衡的 他說如此失衡的策略意味著我們在教育等關鍵領域的投資將會被掏空 羅姆尼州長在貧困人口和殘障人士醫療保健計劃上的立場意味著 這個關鍵項目將會被削減三成 這不是我們前進的正確方向 而羅姆尼則認為他相信正確的答案是削減開支和經濟增長 他說削減赤字可以通過三種方式進行 我們可以加稅 或者削減開支或者擴大經濟規模 經濟增長催生更多人就業並納稅 奧巴馬總統主張加稅這樣將會導致經濟減速 效果悉得其反 在辯論的最後階段 奧巴馬總統說如果連任成功 他將會再接再禮 而羅姆尼則承諾要為美國經濟創造大量就業機會 除消奧巴馬推行的健保計劃 並誓言不會削減國防開支 此外羅姆尼在辯論中還提到中國主張對中國採取強硬立場 但奧巴馬未作出回應 羅姆尼說如果他當選 他將會打擊中國的欺詐行為 並表示將會取消任何不值得向中國借錢支撐的政府項目 兩位總統合選人將會在10月16日再度進行辯論 第二場的辯論將會採取規模較小 形式相對靈活的選民見面會方式 兩位候選人將會直接接受選民的提問 他們在10月16日再次接受選民見面會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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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